關心臺灣的疫情 今天本土確診人數是七十六例 那麼其中四十二人是在社區驗出來的 這部分即失疫調 其他則是在居家隔離 或是檢疫當中驗出 比較不用這麼擔心 但是死亡人數還是有五人 指揮中心則表示說 我國目前的檢驗量是堪稱足夠 沒有所謂的低暴問題 但專家直言 如果你想要揪出社區內的確診 黑數的話 你必須透過是血清流行病實的調查 指揮中心則不反對 那麼希望每個國家都可以 找出那麼看到隱藏個案 把病例清零 這樣子臺灣七月才有望解封 本土確診 死亡個案雙雙趨緩 其中三日四例是居家隔離 居家檢驗出陽性 四十二例社區中發現 這部分需要極力的疫調 指揮中心強調 各國疫情初期檢驗陽性率 致死率都偏高 臺灣檢驗陽性率相當低 並沒有低估通報病例 高到2.8% 都低於這個歐盟4% 跟那個這個世界分組織5%以下 檢驗量能足夠之下 在我們的這個通報病例 也應該都沒有被低估的一個現象 無災難感染者大概只有在我們 臺灣的確診案例裡面 有百分之五 那輕症感染百分之八十 即使有確診黑數 專家認為就怕社區有隱藏確診者 解隔離的標準應該再調整 或是透過血清流行病學調查來釐清 社區沒有清零七月想要解封就有困難 因此做好三級警戒的防疫 阻斷病毒傳播鏈 解封指日可待 記者綜合報導